可能在僵屍方面 你不可以就是 遺老賣老 就是比方說你要去找一個工作 然後可能你年紀比較大 但是一個老闆 不可以因為你年紀比較大 而給你這份工作 他一定要看你的資歷 對嗎 但是一旦你進去這份工作 你被錄取之後 遺老賣老的文化是很明顯 真的喔 對 比方說大家也要去抽菸的時候 或是也要先去休息 那當然是年紀比較大的 或是一定是經驗比較多 那通常就是年紀比較大 所以他們都是 從老到年輕 會先輪流去休息這樣子 另外很特別 就是我覺得可能西班牙或是德國 你們也 踢很多球 就是很多豬球 踢很多球 踢豬球 踢豬球 因為我之前常常踢豬球 然後就是菜鳥 我們不是看年紀 我們是看誰最弱 他一定就是也要去裝水 他也就是我們練習完 他也要去收集所有的球 然後如果我們去就是去外地比賽 然後可能是兩天一夜 那個菜鳥要負責洗我們的衣服這樣子 所以這個還是很常見 我們還是有一郎麥 所以你那時候就是負責洗多少個人的衣服啊 對對對 一定很爛齁 對 我很會洗衣服 這個有這個有 我們在西班牙球隊也是有這個文化 我發現我們可能那個尊敬老人的文化比較沒有 然後尊敬學長的文化也比較沒有 但是欺負、虐待、學弟的文化 這個很發達 你到底想把西班牙塑造成什麼樣 真的啦 我之前就體驗那個備份的文化 就是在我的球隊被虐待得很嚴重 那個時候是 我們不僅要收那個學長丟的那個球 我們要去哪 不僅喔 這個是我們受訓以後 我們大家一起洗草嘛 那個時候教練已經不在 所以他們就被放任 虐待那個學弟嘛 那我們會在洗草的時候 就可能十個學長 把一個學弟、一個材料圍起來 開始尿在他的腎上 變態 還沒還沒 他們也會吐口水在他的腎上 然後會用濕的浴巾變他 我的天啊 所以這是每一個人 每一個 材料進去都會被遭遇的 算是一個傳統的 就在球隊那個文化 所以這是西班牙球隊的文化 這好像是芭蕾的感覺 不好意思 那個佩朵朵西班牙的那個觀光局打給你 我後來在台灣聽我朋友講說 台灣的大學有那一種 什麼 迎新跟送舊 迎新 美國沒有嗎 對 然後還有什麼 比如說我同個系的學長 可能我有個直屬啊 之類的 學姐學長 可是我記得我剛到我的學校的時候 就是 第一個禮拜完全就是 就是Welcome Week 就是大家就是Have Fun 就是我從來沒有看到 有任何一個人跑過來跟我說 我是你的學長 就是我會覺得整個campus 大家都是好朋友 就 英文詞好像也沒有學長這個 就是我 有啊有Freshman 或者是什麼 Freshman新鮮 對我覺得那是年級 Freshman就是很新鮮嘛 可是 你用看也看不出來 我是Freshman啊 對啊 而且那個時候我們的朋友 比如說我 我的一群好朋友的群組裡面 就會有Freshman 會有Senior 就是都會有 不會說好像就是 他是我的學長 然後他是我的學弟 反正 就變統稱了 對三倍下渡後 大家都是兄弟 都同個媽媽一生的 就是這樣 你覺得就是沒有那個學長學弟的文化 其實 過兩個禮拜之後 其實是還好 但是我不知道在美國 你們有沒有Fresh week 就是那個前面的部分 然後 欸你們不是美國第五十一區嗎 你怎麼不知道 現在已經改成五十二 不好意思 前面有拍那個Puerto Rico 現在 Puerto Rico 也在那邊 但是真的 那前兩個禮拜 都是被欺負 他們就是 凌晨六年都會來你的房間 都嘟嘟嘟嘟嘟嘟 Wake up Wake up 然後就是 破水在你身上 然後就是玩很多遊戲 但其實都是 好笑的 沒有那麼嚴重 但遊戲的人 如果他們很反抗的話 那他們真的會被欺負很嚴重 但是沒有像Puerto Rico這樣子 我們盯多會 他們洗澡的時候 偷他們的衣服 毛巾這樣子 然後他們出來 就是要 就是裸體的 跑出來這樣子而已 我們沒有在尿 在人家的身體上 我真的很想知道為什麼 男生永遠就是 像這種學長欺負學弟的 永遠都一定喜歡 在學弟的臉上畫 為什麼啊 那比較白人文化 不好意思 畫還好耶 在西班牙是直接放 你不是很喜歡 拿自己的下半身來 可以講一些能播的嗎 沒有 老實講 剛剛Puerto講的那個文化 感覺很像是美國那種 學生會 就是希臘 就是現在那種學生會 所以我覺得 可是可能沒有那麼超過啦 沒有是沒有聽過 可是就是 他們感覺就是一開始 只是讓你感受 可是後面應該就會 應該可能就會對你比較好這樣 為什麼在電影裡面 看到那種兄弟會啊 那種好像進去的話 都會被欺負 所有事情都會做 是真的是這樣嗎 因為事實上真的是這樣耶 蠻多Hazing 就是他們 就是前期兩個禮拜 他們就是進去 你如果要加入這個朋友 因為他們會想說 你夠不夠兄弟 就是你夠不夠強 對 有沒有接受這些事情 他們就比如說喝酒啊 不然就是想要講話 可是可能不會把 放在你身上 我只是說 我只是說 他們做很多很多不同的事情 可是當然他們不會 那麼超過我覺得 可是當然也會有例外 可是就是我覺得 他這種文化感覺好像就是 像這種 fraternity 這樣的感覺 先心訓當兵 一開始要先給你個下馬威 對 小考驗 Hazing還好 因為可能過一兩個禮拜 就結束了 然後那個比較算 Initiation之後 他們會讓你加入他們的圈子 但是其實高中其實更麻煩 因為我們高一高二的時候 我們都沒有妹可以吧 你知道都是高四 都是我們的學長在 那個是跟你的臉有關係 那個不是依賴嗎 我不知道 或許真的是我住的地方 那真的是這樣 因為我不知道 我們哪時候就 所有的女生就出到老了 然後就是 年紀比較大的都拔妹啊 然後當我們搞事的時候 就換我們之後 有很多女生這樣子 但是真的是很不公平 而且會不會 你看到喜歡的 你也不能拔 因為可能是學長喜歡的 對… 你要不好意思 而且真的 真的加拿大的這種學長制度 拔妹什麼的制度很明顯 像我那時候 我記得我在 我八年級 然後我們那個學校 是只是八年級 九年級 十年級的學校 就這樣而已喔 所以十年級 就是一副那種 You can't hang out with us You're grade 8 Yeah 這種 一臉上來 我好笑 Oh my god 是這樣 Oh my god You're going out with a grade 8er 就是他 你在八年級的人在一起啊 然後你知道那種 八年級 就是那種 Yeah my boyfriend's grade 10 Yeah Oh my god 就是那種 就是那種 對 真的很多這種 所以 我就是跟大學生交往喔 對…然後那種 想要當朋友 都是那種 比如說 Oh my god 你跟那個全部都 grade 10的人一起 hang out 你怎麼可以 她就說 因為我姐 她也在 grade 10 跟人家都是朋友 所以我們當然可以當朋友 你知道 就是覺得自己很酷這樣 Oh my god 你很懂耶 超懂對不對 Ruby 妳有沒有從 妳有沒有從錄影到現在回去 看過回播 真的很討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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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是很傳神 很傳神 真的 職場上學姐學弟什麼學長制度 非常的明顯 因為像以前在當模特兒的時候 就是 那時候我們還是菜鳥 然後我才知道說 真正出去開始工作 作秀到後台 比方說 十個模特兒跟工作人員 但妳就算找到 妳還是不能做 妳所有的位置 都要讓給資深的工作人員 跟學姐 然後現場不是就會開始 因為做秀要用妝髮什麼 然後現場就會有兩三個髮型師 在那邊 但是大家要共用 但是永遠都會是 學姐或學長先去做妝髮 然後可能做到 離開秀20分鐘 然後菜鳥才能去弄 妳有沒有碰到那一種 就是其實前面沒有人 但學姐都還沒來嘛 然後他們就說 那妳們這些菜鳥趕快先去弄 對 然後弄弄學姐來了 頭弄一半 妳就要起來 然後給學姐弄 而且我沒有看過這種 我曾經卷子上一半 然後來不及幫我弄頭髮 因為學姐她們坐那邊 霸在那些位置 然後導致於我開秀 就真的就這麼糗 所以妳那一天是包豬婆 look 對 只是剛好那天是做床單點秀 所以覺得好像沒有什麼危險 對 模特兒 其實這個東西應該問妳啊 什麼東西 我都 剛剛給我以後講的我都第一次聽到耶 真的 妳以前沒有聽到抱怨過嗎 沒有 我從來沒有聽過 所以模特兒界真的很不聊 你眼睛好紅喔 有嗎 而且 而且我們fitting的時候 不就是模特兒一日排開 就是照順序發衣服嗎 然後場上都會有一個主題 一個主題 就是衣服順序都被你排好 所以你就是照順序十個輪 然後有時候可能就是 你前後是學姐或學長 然後他們身上的配件可能很多 譬如說 冬天他們有襯衫 外面還要照什麼毛線衣 然後大衣 然後還要西裝褲皮帶 然後配件 就很多 然後學姐就只要一句說 怎麼這麼多東西啊 那可能學妹是穿一件one piece洋裝 你就要五條件跟她換 就是你作秀當天就要穿最多配件那個 然後學姐就是穿one piece洋裝 配一雙靴子就可以出來 可是她不是廠商都已經 因為他們只有大分類分好 但是你順序是可以前後調整的 然後學妹就會穿到超級多配件 然後可能換不出來 然後學姐就是很簡單 像我以前在這裡工作 我以前做Transportation 在台灣的時候 然後我們老闆 就是我們有一個System 他是比如說 他就叫我們說 好你做事情 一定要先做A B C D A B C D 然後一定要照這個順序 那我做一做 我發現這個System 事實上你可以做A B 然後C事實上可以跳過 因為你D它原本就可以 他就會做C要做事情了 然後結果我就跟他講說 我就跟他講說 你知道嗎 這C真的不需要 然後你如果不拿 你把C拿掉的話 實際上你還省錢 然後省時間 然後他就開始罵我 他就說 就是這種東西你就是要照做 我說的你就是照做 可是就算 明顯它非常沒有 就是沒有效率 你這個C拿掉 反而會省錢 你知道嗎 反而會 你就不用困多錢 那個C那個環節 那個搞不好是他 最愛的環節 或者是他什麼 他不弄那一關 經濟不會好